大家好, 星期三賽事 我們主力來講會介紹三場的英超賽事 有個轉變, 即是我們會提早一點 提供一些關注度高一點的球賽 接下來這個星期開始 都會相對作出這樣的改變 希望目的就是早點可以 將一些比較焦點的賽事 提供給大家參考 做一些事前的分析 通常來說 我們提早出的 好像俗語說出了排位 出了盤口 都會推介給大家 當然馬會是萬多拍的 沒有那麼快出賠率 我們會提早一點 當然不會選擇很多賽事 主要來說都是選擇英超、西甲、歐聯、歐霸 這些比較上觸目的賽事 以及奧積 針對性都是說 由一看直播 比較關注度高一點的 觸目一點的球賽 這些我們同時會有選擇出來 然後我們就作出個人的分析 不同的球評家 接下來大家都可以看到 專業推介裡面 會有不同的改變 這些無非都是想給多些分析 給多些資訊給大家 作出一些自己對球賽的深水看法 如果大家適合深水 其實我們推介的賽事 你喜歡也可以用來自己穿過關 今天先講三場英超 車路士對熱刺這一場 我們就認為 車路士對熱刺 也是一個比較短目的賽事 所以這場球都必選擇 就是必選擇 看看兩隊球 其實英超也有前六球隊 事實上現在聯賽積分榜 以後來說 利物浦還是領頭羊 暫時 不過就跟萬城非常接近 稍微高了分 現在說回車路士對熱刺 是怎樣呢 熱刺第三位 其實真的不是說沒有機會 不當然 排面都是稱低 不過這場球有一個特點 就是熱刺到聯賽 踢到現在第28輪開始 即是說 他已經看了廿出輪 暫時來說 大家可以看到 即是說 今場球還沒有和過球 我仍然都相信 今場球 都應該是 未必破到和球數據 因為 真是很奇怪 有些球隊一路不敗 一路不敗 都追到他不輸為止 當然 總會有輸一天 熱刺也是 一路不和 我也相信他還沒有和 追到他 總之 都不會買和球 今場對車路士 我會怎樣選擇呢 車路士來說 目前在聯賽第六位 其實分數 真的跟曼聯 阿仙奴這些競爭 去一下前三一定無望 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今季看出實力 確實比之前一兩季更差 為什麼呢 可能始終 都是說 領隊和球員 各方面的磨合 我覺得都不是很好 事實上 球場上的表現 都不是那麽理想 這麽 今場球 現在開出來的盤口 是車路士讓評判的 很正常 因為主場作賽 兩隊實力其實都接近 屬於傳統強隊 你看他們對賽的往績 其實都會有輸贏 這麽多季來說 沒有說一面倒 當然 有時來說 可能主場稱高些 今場球 相反地 其實我就會覺得 我會選擇熱刺 為什麼呢 選擇熱刺的原因 如果他未和球 我就直取主客和客隊勝 如果你說主客和客隊勝 有2.82甚至乎3倍 這些就是看賠率 綜合來看 我相信賠率也接近3倍 如果你說買讓球下盤 客隊勝的就平半 其實也算是平水 這些賠率也有變化 那麽我相信 如果馬會的 那麽可能是平半 0.9對0.9 或者0.92那麽 那麽這些就不說了 到時大家看馬會的賠率 都應該可以參透到 那麽今場球 我會推介 主客和客隊 是熱刺勝 即是乾脆就好一點 那麽如果賭大些 那麽就是駐馬的 那麽平半便安全一點 真是和球 你都輸半格 即是贏半格 那麽但是來講 我個人會傾向都是熱刺 即是可以獲勝 那麽所以選一個主客和客隊勝 那麽為什麽會選客隊勝呢 那麽這裏補充一下 那麽其實來講 車路士緊張 其實都真的一般般 那麽你看到的 其實就說 去比萬城大炒那次聯賽 那麽之前來講 其實所勝的對手 都是叫做 就是哈特斯菲爾德 那麽誰不懂得贏 那麽這些大家都看到的 表面上就5比0 但是其實來講 就真的對著一對藥女 那麽你上次作客輸給班尼茅夫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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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热刺从来不失礼 即使他对着曼城也是紧败 对着利物浦也不一定输给你 那就看谁做主,谁做客 这场球,我觉得车路士来说 其实风力真的是一般 攻势也不算十分锐利 我觉得对着热刺一队 就是说现在前三都挺有看头的球 我觉得他一种冲上来 跟利物浦和曼城咬我手瓜还有资格 这场球我都是看低车路士赢不了球 所以来说热刺也没和过球 我会选择主客和的客队热刺赢的 博博更高赔了一点 这场球的推介就是热刺客队勝